《紐約時報》就這樣說 在Facebook說禁止法輪功商出版物保守派新聞陪體 《大紀元時報》在該平台發布廣告 這個《大紀元時報》在Facebook投放了一些與自己無關的廣告 他們是藉著用AI人工智能為造個人資料圖片 幫忙不停宣揚假信息 這些假帳號互相產生對答 而製造出輿論 而這些所有假帳號等等 是根據一間公司美麗生活 簡稱BL的媒體來展開 於是用假的媒體去買這些生成的東西 就走去做假帳號 創立BL公司的人是以前在《大紀元》做的 並且活緣了很多前大紀元的人進去做事 意思就是同一個集團 好像這場運動 其實我覺得他們都出不少力 即他們不停將一些區架的食物 不停地放大 即《大紀元時報》 基本上是你用了大量的AI 做一團大堆的假食物 去幫這個阿Trump 做這個反華活動 《大紀元時報》 《大紀元時報》 《大紀元時報》